不放过每一个小思考 让我们语问好 狭路相逢 今天的异能能量卡牌 你准备好了吗 嗨 你好 我是一阳千玺 我想最开始学跳舞的时候 是在昌平一个楼房的顶上 去到那里面的时候 会有那种独特的 汗水的味道 我特别喜欢在那里 每天下了学就盼着去 现在在练功房练舞 除了练舞环境变了以外 其实感觉都是一样的 都是跳到最后 整个人完全摊在地上 身体虽然停下来了 但肌肉感觉还在动 有时候练得久了 从练功房出来 即使很累了 脑子里还是会有音乐的节奏 和舞蹈动作 走路时 也可能会带着节奏感 有时候在家里听音乐时 身体也会不自觉打着节拍 摇晃起来 所以 今天想给你推荐一部 让你也能跟着音乐摇晃 甚至唱起来的歌舞片 欢乐好声音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 讲述了一群在生活中 各有烦恼的动物居民们 在一个唱歌比赛中 努力追逐着各自梦想的故事 来参加比赛的 有一个猪妈妈 她是一个每天都重复 琐碎生活的家庭主妇 因为把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照顾家庭上 所以对于猪妈妈来说 画在音乐上的一秒钟 都是奢侈的 尽管如此 猪妈妈还是努力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她的那个梦想 就像一颗火种 从未被扑灭 一直温暖和明亮 热爱音乐 却不被父亲支持的 大猩猩强倪 无论她做什么事情 总是不被自己的父亲看好 但是 强倪还是偷偷瞒着父亲 来参加比赛 最后 当父亲看到强倪在舞台上 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父亲 给了强倪一个大大的拥抱 天生好嗓子的大象米娜 却有着舞台恐惧症 只敢一个人 默默地在角落里 给自己唱歌 不过米娜 比猩猩强倪幸运的一点是 她有一群爱她的家人们 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 米娜正视了自己 也正视了舞台 她用歌声彻底征服了所有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举办比赛的考拉巴斯特 剧院虽然生意惨淡 但是巴斯特 为了拯救剧院 仍然将自己最后的钱 用作大赛奖金 举办了这个歌唱比赛 哪怕是当剧院轰然倒塌 她还是和众多选手一起 在只剩下一个舞台的废墟中 将音乐和舞蹈奉献给小镇的居民们 这群小动物歌手们 为了梦想所做的一切努力 也让我想起了 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热爱街舞的舞者们 虽然大家各自擅长不同的舞种 但对街舞的热爱是相同的 在节目中一起台练 一起完成一个作品 非常然 歌舞不就是可以让快乐 变得格外简单吗 就好像迈克尔杰克逊 动感又富有想象力的舞步 至今仍然让人心潮澎湃 甲克虫乐队用音乐描绘的语言 可以跨越文化 用它独有的方式 打破隔阂 歌舞就是拉近自己 和世界距离的一种方式 它让我们可以和世界交流 当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如果观众能跟节奏 一起唱着歌 跳着舞 观众和舞台上演员之间的距离 就会变得更近 不知道对于你来说 能让你拉近 和世界距离的方式 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